水踏妈妈 巧巧画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水踏妈妈 巧巧画 我是水踏妈妈 巧慧阿姨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故事是 不对不对 不对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咯 从前从前在漂亮的森林里面 住着好多好多的小动物 这里面有大毛熊和小白兔 他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大毛熊和小白兔他们一起玩 一起笑 也一起分享好多的事情 可是大毛熊从来不跟别人打招呼哦 小兔子看到了跟大毛熊说 欸不对不对 大毛熊 你看到别人要说你好 第二天 大毛熊看到了小猴子 他爬到树上赶快对着小猴子大叫 欸你好 冬天到了 大毛熊最喜欢下雪天了 他开心的跳着舞 一不小心踢到了小狐狸刚刚做好的雪人 小狐狸好生气哦 他气呼呼的跑来说 欸你在干嘛 大毛熊跟小狐狸说 哦你你好 小兔子跟大毛熊说 欸不对不对啦 大毛熊 做错事情不是说你好啦 做错事情的时候是要跟人家说对不起 哦是这样哦 不是碰到人都都说你好 做错事情的时候是要说对不起哦 哦小兔子小兔子我知道了 到了晚上大毛熊经过小狐狸的家 他钻进小狐狸的洞穴里 大声的说小狐狸对不起啦 结果把小狐狸的家弄得到处都是雪 哦小狐狸说哦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 后来又有一天 大毛熊不小心把苹果掉进了河里 鳄鱼帮大毛熊把苹果捡起来 大毛熊看到鳄鱼赶快跟他说 哎对不起哦对不起 哦大家都快昏倒了 小兔子又跳出来跟大毛熊说 不对不对 大毛熊别人帮你的时候 你要跟他说的是谢谢 哇大毛熊好高兴哦 他又学到一件新的事情哎 第二天一早大毛熊吵醒了鳄鱼 把他抓起来说 哎鳄鱼谢谢你哦 鳄鱼说我可以再睡一下吗 你要谢谢也不用这么早嘛 大毛熊觉得说你好 对不起谢谢好好玩哦 他学到好多好多的话哦 于是他扮成了鬼 他突然就跳出来到大家的面前说 嘿你好 哇小肚子们吓了好大一跳 生气的说不对不对 你不可以吓人啦 大毛熊还把蜜蜂窝丢到路上 蜜蜂追着小猪 害他边跑边哭 大毛熊很高兴对着小猪说 哦对不起哦对不起 小兔子急忙的说 不对不对 大毛熊不可以捉弄别人 说对不起也没有用啦 大毛熊偷穿走狮子的溜冰鞋 然后在跑走的时候说了一声 谢谢你的溜冰鞋哦谢谢哦 小兔子大叫说 不对不对大毛熊 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啦 可是大毛熊觉得这样好好玩哦 没想到大毛熊玩得太高兴了 不小心掉到一个大洞里 大毛熊害怕的大叫着 你好对不起谢谢 哎你们好大家好 快想办法把我拉上去啊 谢谢哦谢谢 啊对不起啦 快点来救救我啊 快点啦拜托 不管他说了多少次你好 谢谢对不起都没有人过来 大毛熊好难过哦 他想嗯到底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呢 我不是说了很多你好对不起谢谢了吗 渐渐的渐渐的 他想起了他捉弄大家的事情 大毛熊终于知道 为什么小兔子总是对他说 不对不对 原来自己真的做了好多讨人厌的事哦 大毛熊对着天空大叫 对不起 哎怎么头上有水滴滴落啦 哦原来在他这么诚心诚意 在对的时候说对不起 他的好朋友都听到了耶 所以他们来救他了 大家想方法用水把大毛熊泡住了 让他就像一个游泳池里面的救生圈一样 渐渐渐渐的飘起来 大家终于把大毛熊救出来了 大家好高兴哦 当然大毛熊就更高兴了 大毛熊对大家鞠躬说 谢谢你 第二天大毛熊更准备了满满的礼物 对每一个朋友说 从今天开始 我会在对的时候 对你们说你好 对不起 谢谢哦 小朋友 听完了这个故事 你心里可能会想 啊这只大毛熊未免也太白目了吧 不仅交不会 还故意捣乱 要不是有面壁思过的机会 搞不好还不会悔改呢 你好 谢谢 对不起 三句话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却很重要 尤其是要用在对的时候哦 如果你学会使用这三句话 那一定会让你的朋友们更喜欢你 大家要加油哦 故事回忆屋 那今天的故事回忆屋 巧慧阿姨要问大家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鳄鱼帮大毛熊 大毛熊应该要跟鳄鱼说什么 第二题 最后大家是用什么方法 帮助大毛熊逃出洞里的呢 第三题 大毛熊偷偷穿走狮子的是什么呢 想要听水他妈妈 巧慧阿姨说更多的故事 要请爸爸妈妈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见咯 本故事由小鲁文化授权使用